大家都说奥迪车保质率不好 卖肯定要比新车赔很多的钱 问问是不是你起码奥迪保质率还算是可以 毕竟新车卖的还是不错 没大家所说这么的不开 咱们现在就去到市场上来看一看 两年时间一个奥迪了 二手这么一个价值还是不值呢 都是说奥迪Q5这车好开 动力还不错 放一盘也轻快 咱们也来看一看 质量是两年一个时间了 40T的现在还能值10M一个价格 今天这台车就是给大家说的 2020年时买的奥迪的Q5 你无论怎么说 你这个车整个一个外观还是行 你虽然说和现在最新款的奥迪Q5 是中期改款之后的那一代版本 还是外观有一点点差别 新款确实是漂亮 你赛好的车你驾不住出新款 不过这个车依然也是颜值担当 它这个车也算是棱角分明 奥迪官方说是设计语言 前面的这个六边形的进气格栅 新车的运动感也是增强了 点亮时奥迪大灯都是纠纠有神的 腰线再来看一看 设计的还是非常合理 而且比例很好 我呢也相信有朋友他也经常耗费 你为什么奥迪Q5 你再这么好的车 你开个一两年 你卖到底图了个啥呢 就这么给大家说吧 车主呢 他也不想卖 谁都不想卖一个这么新的车 赔是赔很多的钱的 你再好的车你卖二手照样不值钱 你包括这个车 18寸的一个铝合金轮过 非常的好看 迷信的胎 供应处的跑也很少 两年代是一个时间 就跑了不到三万公里 一年呢就在一个 一万五千公里左右 拉开车门咱们来看一看车内饰 内饰 这整车的都充满了简洁实用与层次感 这个车呢 他比较运动 因为这是一个飞机式的挡霸 整个中路台自动核文空调 一块小屏幕 还有MMI的一个操作系统 这个液晶仪表呢 是8.3英寸的 算不上特别的大 三幅式的一个方向盘 前盘呢 还配有着最佳热这么一个功能 当然这个车呢 配置不算特别的高 它这个座椅呢 就类似于半真皮这么一个样子 当然这个座椅呢 也是带着腰部支撑的 要不然的话 这个车坐起来真的是硬 螺丝接风处 我们也进行了仔细检查 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车长呢 4米77 车关呢 是1米89 这个车再来看一看第二排 为什么说是Q5L呢 它的轴距呢 是2米9 比上一代版本长了15公分 第二排呢 是完完全全足够大的 而且整个车的采光度呢 是很好的 你不会感觉很压抑 后排还有独立调节的 这么一个出风系统 这是奥迪Q5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地方了 毕竟也是家常了 尾灯呢 非常的好看 很具有辨识度 奥迪这四个灯 合起来十万块钱 所以说大家呢 开在路上呢 一定要小心啊 不要和奥迪车 进行一些刮蹭啊 这个车 它现在还能值个多少钱呢 大家就会问了哈 马上呢 就给大家说 它究竟开两年 赔多少吧 朋友们 这奥迪呢 咱们看完了 现在这个车呢 卖的三十万多 收价是多少钱 准好三十哈 这个车必须打出个 两万块钱一个利益的 你打不出来呢 这个车保日率啊 大家都知道哈 新车马上已是要降价了 毕竟现在芯片呢 不是特别短区啊 大家都说啊 哪个地方呢 开始打开了 但其实并不是哈 你没法判断这些事情啊 这个车三十万收的 卖三十二万多 老铁迪感觉怎么样子呢啊 保日率如何呢 起码一年赔个四五万了 大家说是不是 喜欢这视频呢 多多留言和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